自从在地理课本上学过亚马逊河之后 很多人都对亚马逊河充满了好奇心 因为这条河流完颜曲折 周围被地球上面积最为广阔的热带雨林覆盖 还有非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虽然我们无法实地考察 但是曾经在很多探险内的纪录片和电影电视中 见过亚马逊河的美丽 不过现实生活中的亚马逊河所拥有的绝不仅仅一里风光 还有各种不为人质的危险 就算是常年生活在雨林边缘 熟知河流动向的人也不敢轻易下水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表面看来亚马逊河流域是绿色的天堂 可事实上却是人类的禁区 这里有各种凶猛的野生动物 哪怕是一只胃不足道的小昆虫 也有可能会置人于死地 更不用说亚马逊河里面的各种疯狂生物了 比如世界上最大的蛇 亚马逊森染 有锋利牙齿的食人鱼 有水下高压电支撑的电脉 还有最大的淡水鱼 巨骨蛇鱼等等 除此之外 亚马逊河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鱼 身长不足一厘米 身体透明 名为寄生年鱼 也叫牙签鱼 寄生在其他生物身上 通过吸食生物的血肉来生存 最让人意外的是 如果有人在亚马逊河小便 牙签鱼找准时机 就会顺着尿液的味道 钻进尿道 再也不出来了 只能靠手术取出 非常危险 看过这样的介绍 大家应该也都明白了 其实亚马逊河流 真正可怕的地方 就在于当地的环境太过原始 有很多我们不熟悉的生物 一旦闯入它们的领域 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 关注我 就能走 再次 要就走